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都说疫情急急要开箱 那今天不开箱 今天要干嘛 今天我想在台湾有很多 台湾的观众朋友们 因为应该是第一次好像有点 就是真的是work from home 就在家上班啊 有点长期的一段时间呢 现在是都在家里哦 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说 我在家工作 这一年来的这个经验 以及我大概的工作的 桌子上头是怎么样 一些用什么设备啊 以及怎么样的东西 来给大家看看说 我在家里上班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那这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年来这家工作上班的东西 的一些情况 简单来说呢 我觉得在家上班 以后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公司的趋势 那主要为什么呢 是因为公司应该会意识到说 今天我不需要租那么多办公室 我就可以让员工做事 经过在家上班 在网络上班的话 多数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完成的 那从公司角度就觉得说 那我为什么要去增加我的 比方说房租成本啊 或者是水电成本来让大家进公司 去做同样的事情呢 所以呢 我觉得在美国 至少目前在美国 很多公司已经在 在拿捏这些事情 甚至已经有很多其 一些公司 我已经听到我们朋友 是说公司已经把他们的工作 改成 Permanently Work From Home 也就是永久性的在家 经过网络上班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未来 在公司 还有工作上的一个趋势 那这一年下来 我觉得说 你要在家里上班的话 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固定的空间 而且是要跟你平时 比方说 从你的房间里头移除 或者是你有办法 匡列一个空间 就是说 在你自己的印象里头 说这边是上班 离开这个地方呢 就不是上班 因为 当你在家里工作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 你会分不清楚 你现在是在工作 还是现在是在家休息 往往很多人呢 呃 尤其我们早期 去年早期在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呢 会看到说 大家好像有点累过头 是因为他们开始变得说 感觉说在家里的时候呢 都在上班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去调整 去拿捏 所以在这边就先跟大家讲 就说我的建议是 你最好是有办法把你的工作 不然是办公桌或怎么样 这个环境呢 去把它打造成一个让你是舒服 轻松的地方 这样你上班的话 同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压力 那相对来说呢 也要不停的告诉自己说 当时间到了或下班了 就真的是下班 而不要一直去想去烦公司的事情 不然的话 长期下来 你会搞不清楚 家是工作 还工作是家 你懂我意思吗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看 我的办公空间是什么样子 我们就开始吧 好啦 我们先从后面 桌子后面来开始看好了 这边呢 有一个 半个沙发 躺的沙发 简单来说就是 我上班的时候 如果太累啊 或想 想休息一下 或躺一下 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在这边后头 那当然后面啊 嘿嘿 有泡老人茶的东西 还OK啦 那椅子的部分呢 这椅子是我最近新买的一个 这个 OSIM的按摩电动 电动按摩电竞椅 基本上它是 OSIM跟Predator一起的联名品牌 它是一个电竞的按摩椅 那遥控呢 基本上它是藏在手把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 它真是蛮不错 有些时候呢 如果工作玩游戏打到一半呢 觉得很累的话 就可以躺下按按摩一下 真是非常非常棒 缺点就是它给的那条线不是很长 所以呢 叠的比较复杂 大家可能还看到后头有一箱水 对没有错 随时随地上班啊 或怎么样在做事的时候 口渴就后头有一箱水随时待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桌子上的东西 桌子上整体来说 这边有一个 ASUS的宽屏的那个 不是宽屏 宽的萤幕 是34寸的萤幕 这是Pro-R版本的 主要是会用它 也是因为要去做对色跟调色 键盘呢 我用的是一个很旧的 Logitech Logitech的一个内线盘 那主要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三个不同的颜色按钮 是因为可以同时经过蓝牙 去连线三个不同的机器 用我桌上电脑其实蛮多的 平时呢 剪片啊 或者上网 我这样有的没的 我会有一台用M1的MacBook Pro 那当然公司的电脑不例外 那公司电脑是经过USB-C接线 所以只要一条线就可以搞定了 那我为什么会 我会比方说用很多这种 那个Monitor Arm 或者Laptop Arm 主要是因为这样的话 让桌子的空间可以多一点 那在 萤幕上方呢 有一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LED灯光 这个ScreenBar Plus 这个是BenQ的 遥控器在旁边 顺道一提 这边会看到一个耳机 我上班啊 开会的时候用这耳机 那它这个呢 是用震动 来传递声音的 而不是真的耳罩式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带的比较舒服 建议大家狗豹可以去看一下 这牌子叫Aftershock 那这边这个东西呢 主要是一个 那个Docking Station 为什么会用它呢 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在处理影片的时候 比方说我用 在MacBook Pro 在剪影片的时候 我只要一条线出来 它就会有 很多不同的USB接头啊 USB-C USB-A 然后还有SD卡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它也会 变成HDMI 直接接到萤幕里头 这样我不需要 再从这里 再另外一条接线到萤幕 所以是蛮方便的 那这里可以看到呢 有一个无线 手机架 无线充电的手机架 基本上就是平时会 那个手机就放在旁边充电 就可以看到萤幕 就不用一直放在桌面上去 低头哦 觉得蛮方便的 那当然桌上呢 还一定要会有 插电跟充电的地方嘛 这边也就是很多哦 那再来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桌上有一台 ROVCASTER PRO 这个主要呢 就是我如果上Clubhouse啊 或者是 录Podcast的时候 都会用到的东西哦 那我们往上继续看 两个麦克风 也有接麦克风的那个 ARM哦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省空间 方便 这样桌上呢 就不会有放一大堆 粒粒拉拉的东西哦 左边这个是SHIRT SM7B 另外这边呢 这个右边的这个是 那个ROV的 Pod Mic 两个的声音不太一样 这个的声音比较重低音 低沉 很多人会听起来比较舒服 这个的声音听起来比较 也不能说稀利尖锐啦 就是比较正常吧 就这样说 不太一样 简单来说 为什么会有两个 主要是有些时候录Podcast 或是怎样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需要两支麦克风嘛 这就很简单 那旁边呢 是我的旧的一特24寸的萤幕哦 上头一样 照明呢 也是用了一个ScreenBar 比较简单的哦 那为什么这个会有24寸的萤幕 在旁边呢 主要是我有在下头有隐藏 我在下头有隐藏 Apple TV Apple TV在这里 我基本上呢 是接着说 如果有些时候要看一些新闻 或者查一些资料 或者是纯粹只是想放了背景音乐 我只没了没的话 就会经过Apple TV呢 在这萤幕上头 然后再经过 HomePod mini 来做发声音的动作 用途哦 那有的时候呢 看看YouTube 这样在背景看YouTube的时候 都会在这里 那真的有需求的时候 也会把它当作第二个萤幕 来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哦 比方说公文啊 或者是其他的影片等等 之类有关的东西 那桌子的方面呢 这个是一个可以升降的电动桌 这样实在话 在家工作时间久了呢 你会发现到说 一直坐着 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好啊 你的很容易腰痠背痛 所以呢 三不五时就会站起来办公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东西 只不过 这个东西有点偏奢侈啦 在美国的话 你可以去考虑看看 有很多不同品牌 IKEA也有做这种升降桌 它也不是很贵 那再来啊 我可能就还有放一些什么钩子啊 去挂一些其他有的没的哦 那整体上这就是我的办公桌 还有一个东西 后头有一个那个 Elgato的灯哦 就是拍片 如果需要打灯光的时候 你就会用它 整体上这就是我的办公桌 OK 以上就是我的这个 办公空间的一个跟您介绍哦 简单来说呢 我是把它就是还是在我家呢 一个部分归类的一个地方 是我专门上班的 不管是用电脑做事情也好 剪片也好 或者就真的是在做公司的事情也好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空间 离开了这个空间 我就不会去想说 我是不是会把电脑拿到楼下 在电视面前做事呢 或者是说到的后院去 偶尔我可能久久会到后院去呼吸一下 经验空气啦 在那边看看Email怎样有的没 但是都不会是我主要上班的地方 主要上班的地方还是 归类在这个空间里头哦 那离开了这个空间呢 我就尽量不去想很多公司的事情 呃 这也是我大概在这一年多 在家Work from Home 下来呢 去领悟到了一些心得啊 因为我早期的时候是 呃 这个空间其实是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头 后来我发现到说不行 整个房间的那个整个气氛就不对哦 呃 所以我后来还是决定把这个这个办公桌 要怎么搬出来 在这边另外架了一个空间哦 呃 简单来说我有很多东西呢 我是非常建议跟大家买 你如果有办法去 弄到一个升降的桌子的话 一定弄 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你会发现到说 在家里坐久了 呃 在家里工作了很大问题 你比较不会走来走去 你也比较不会可能跟同事一样 像到茶水间去聊天啊 或者是走来走去 因为你的空间就这么大 所以呢 你的活动范围有限 所以长期坐下来 其实对身体很不好 那我建议说 你如果有办法弄到一个 就是可以升降的桌子的话 你呃 三不五时就可以站起来 站着做事的话 其实会对你整体的那个呃 身体的知识啊 等等之类都会有些帮助哦 呃 有些用的东西 我其实是 其实用的是蛮贵的 因为我后来真的发觉到说 真的是 因为他 你在家里空间 基本上这个空间就变成你的身材空间 所以有些东西是必须要买的 我也不是 一次全部买 其实是 经过这一年多下 慢慢慢慢调整 把这个工作空间调整出来 所以今天才会 大家才会看到这个情况 好了 那大家如果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在下头留言 今天呃 问我都会帮你回答 呃 如果还想看什么样其他影片哦 在下头留言告诉我 记得按赞订阅 按下小铃铛 以及帮我影片分享出去哦 那在台湾的朋友 我知道 这一段期间呢 疫情 嗯 真的是蛮辛苦的 所以在家 一定要撑过哦 然后疫苗 有空就一定去打 有办法弄 一定打疫苗 的话就一定去打 然后呢 防疫做好 就 大家一起度过这一关哦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是胡老板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